受到地震影響 台铁滑动线中段 台铁持续加开类火车 方便旅客搭乘 同时将固定班次 每小时一班车 缩短为30分钟一班车 22号已经可以通行到凤林站 总共开出了38班次 自强号8班 区间号30班 918地震造成台铁复离火车站严重受损 要到台东的旅客 中途只能够转成类火车 花莲运务段表示 今天的列车是可以行驶到凤林火车站 同时复离到台东加开32班次 旅客可运用 原来的车票直接转成类火车 继续往台东 今天开始 花莲到凤林 我们有加开总共38个班次 自强号有8个班次 驱建车30个班次 那复离到台东 加开了32个班次 都是驱建车 那旅客呢 可以呢 比如说 有一班车 自强号 它的终点站是凤林 那有两班是到收封的 一班是到自学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原来的这个车票就可以直接来搭乘 那如果说旅客要到台东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说搭这个 开到凤林的这个自强号 然后你再转搭列火车 继续往台东 那也可以呢 这个 搭到花莲 然后从花莲搭列火车 往台东 台铁表示 花莲到凤林 近日起将行驶38班次 平均50分钟有一班车 分别是8班的对号列车 以及30班的区间车 而富里到台东的区间车 则是出动了32班次 平均一小时一班车 另外类火车接驳客运 一样会行驶 民众可自行选择 适合的班次搭乘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